你就是柯规讲随嘛 谢谢 不要把我没有讲过的话 塞在别人的嘴里 我有说我要全面检视啊议员 不满被贴柯规讲随标签 蒋万案动怒回击 就是因为议员质疑 前市长柯文哲 推动北市柯地上权标案 有图例嫌疑 等不及蒋市府正风调查 绿营要针对柯前市府 两大争议案 提案组调查小组 蒋万案讲市长上任至今 对于柯文哲留下的烂摊子 查查的速度都非常的缓慢 针对于金华 城庚 市北科 T17 T18土地建筑等等的疑虑 进行专案调查 已有19名议员 蓝绿都加入联署 将在24号送大会讨论 现场若有议员不同意 就表决出席议员过半数就通过 基本上我们是乐观其成 那其中呢 如果真的有猫腻的话呢 就把它查清楚 不要去污蔑 任何人也不要因此能来做任何的政治操作 蓝绿站在同样立朝 民进党喊话 民众党议员也加入 对此民众党团表示乐于参加 但参加原因是帮柯文哲 平反莫须有的指控 有错当然就罚 没错就请还柯文哲清白 但议会这举动 听在前副市长黄珊珊儿里 不想多回应 不想多回应 谢谢你们 台北市政府已经将这两个案 送交正风调查 理清相关事实之后呢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如果没有问题 这样也能够还给当事人清白 蒋市府撇清 没有不敢查 令云出招 恐怕再度点燃 前后市府兼战祸 TV生的这两片很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